大新聞就說了 這兩天接到很多朋友的擔心 說接到了這一些民調電話 所謂民調電話就是 也會做韓國瑜 國民黨初選民調 這些民調單位 在初選之前所做的民調 我要說支持韓國瑜嗎 如果我回答支持韓國瑜 會不會我的電話 就被民調公司給剔除 好 這些支持韓國瑜的 到時候真的初選的時候 不要打這一通 會不會這樣 如果我回答不支持韓國瑜 會不會讓韓國瑜的民調 在初選正式開跑之前 大幅下降 大幅下降會造成什麼結果 那就是把你做掉剛好而已 你對不對 7月8號開始之前你升20% 因為他都想說那我不要講 不要講我的電話就會被保留 可是如果韓國瑜真的升20% 那就給了把他做掉的正當性 升20%輸給郭台銘 還是輸給朱立倫剛剛好而已 所以最後的結論 來 在這邊 大家注意 你就勇敢的說我支持誰誰誰 不見得韓國瑜 郭台銘 朱立倫 張亞中 周習偉 你喜歡就講說是誰 不用擔心說什麼 抽樣的母體決定過程 因為會用別的方式 而且確定能夠是公平的 他說確定 我是滿懷疑的 但起碼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擔心 回答不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的民調數字會下降 給了作弊的藉口 那你就把韓國瑜的民調衝高 衝到35 40 40幾 那他不就不敢作弊了 也不好意思作弊了 對不對 可惜 你看還是舊的iPad 那個連iPad都沒有 開玩笑 不 剛剛韋翰解釋這個罷免的部分 那個影局長了不了解 其實很了解 隔壁台的節目了解 也都了解 但是他就是必須要這樣去操作 去談這些題目 王院長跟郭董了不了解 也知道 但是王院長就要提醒大家說 總統跟高雄有可能會雙輸 也就是 你看王院長在立法院 打滾這麼久了 他還是得這樣操作 郭台銘說你留在高雄 我來選總統大家各司其職 為什麼不是韓國瑜去選總統 然後你去選高雄市長 那也是各司其職 這個很奇怪 我對這個剛剛佑正 你介紹那幾個我比較抱歉 少廷議員也很抱歉 其實我們認識沒多久 這些高雄議員我只認識一個 因為她是蔡總統的同學 我只認識康育成 康育成 翻白眼女神你不認識 從來沒聽過 所以其實那個女神 她應該感謝韓國瑜 如果沒有韓國瑜 沒有人知道是誰 就Nobody 所以這個高雄 我們說蠟臺妹是剪刀槍 高雄的朋友 包括高雄這個議員 你們是剪刀寶 是韓國瑜 讓你們有今天這個時候 這是韓國瑜他之前講 他說如果當選總統 重大慶典都在高雄 每週三天在高雄上班 這對不對 這一定不對 這個我們站在總統的立場 看這一定是不對的 你看我們全國這麼多縣市 高雄是其中之一 你說高雄越老越窮 這些縣市裡面 最老最窮的是高雄嗎 顯然不是 所以高雄的朋友 如果你們不惜福 你們真的要罷免這個市長的話 那請變 你千萬別客氣 你就罷免他好了 因為我剛才也做到這樣 高雄給你們陷阱 不如不要做 剛剛佑正宇講那個民調 民調如果真的要做掉 因為要做民調太簡單了 做民調那誰不會 你砸錢給你 你就定了 如果真的民調要把韓國瑜做到 也沒關係 我講這個話 我很實在 你要罷免他就罷免他 你要把它做就要做掉 禮拜六挺韓的高雄觀光日 這是韓市長在新竹公開講的 這個是幹嘛 我請問你 這個就是用鈔票在力挺 韓粉花鈔票去挺高雄 去挺韓國瑜 郭台銘昨天是抽 iPhone iPad還有Apple Watch 他是拿錢出來抽 這個是完全相反 是韓粉拿錢去挺韓國瑜 去挺高雄 郭台銘是用他的基金會 當一個白手套 其實那個就是郭台銘的基金會 你來這頭 唯一的嘉賓就郭台銘 所以你看2018的 當選的縣市長 不管是連任或新任的 誰表現最好 觀眾朋友你自己想 所以我的結論很簡單 他也沒動算 這槓優正講 他根本就不用補選對不對 如果他當選總統 高雄市長補選的話 國民黨勝算多少 我認為勝算會很高 為什麼 就是因為韓國瑜的偏心 你的重大青年都在高雄 你一禮拜三天在高雄上班 我們社會主席是照聘照鏡 他也動算一定這樣做 他沒這樣做 去向高雄媛媛 這個情形之下 他要去做補選 我相信國民黨贏的機會很大 為什麼要這麼悲觀 所以這做沒關係 最後又接到電話勇敢的講出來 我是建議 我是比較突兀的建議 我是建議把 因為他的樣本不太一樣 是一萬五千通 一萬五千通 現在科技這種進步 我建議一萬五千通通上網 你那個過程 因為全程錄音 通通上網公布 這樣最簡單 你那個各陣營也不用派員監 派員監聽幹嘛 誰知道你派那個有沒有認定 全部一萬五千通而已 你把這些樣本 成功的樣本 你播一定是超過一萬五 你有做錄樣本的一萬五千通 所有的音檔通通上網公布 整個對話的過程全部公布 你來行的 你怎麼做幣給我看 這樣就沒有作弊的空間了 因為你每一通都要公布 我們自己來算 我們土報紙也沒事做 我來統計一下 我就不知道你敢不敢作弊 作弊就完蛋了 這很簡單 因為每一個民調 因為佑正最近的民調 起起伏伏很大 所以他如果硬要做郭台銘 有沒有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說我剛剛這樣 我的立場說 如果你們真的硬要做 因為待會兒 我也拿其他的例子給大家聽說 其實媒體已經一面倒的在幫郭台銘 已經是這樣子的 如果說你硬要做郭台銘 可以舉很多理由 模範聲嗆你 燈隔熱 他可以講 寶宋中 對 你已經可以寫很多 韓國瑜民調落敗的理由 都可以寫出來了 這個我們都會做我們比賽 所以這個把一萬五千通通公布 以朝公信 是啊 我覺得既然 韓國瑜是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現在民進黨用這樣的方法 要抹黑韓國瑜 要汙名化韓國瑜 其實怎麼又聽到你的大家長出來 幫韓國瑜講一句話 好像是放任民進黨說 你們去攻擊反正他死不了 去吧 去吧 這種感覺很奇怪 好像韓國瑜不是 親生自己的小孩子一樣 不過我覺得一路走來 好像韓國瑜跟黨中央的關係 就一直有這樣的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情況 我記得上個禮拜 韓國瑜才就職六個月 他公布這六個月 他做了什麼事情 我跟觀眾朋友講 這些東西都不是以前花媽 延續性留下來的成績單 好比說他講 都是花媽沒做的 都是花媽沒做的 他把它做到了 就講說農於訂單 過去花媽一年是 1億到2億的外銷 他現在搶了8 9 10億的外銷 比如說他鋪了將近 180萬平方公尺 我們的路頻 是過去花媽同時間的兩倍 那比如說 他挖了這麼多的淤泥出來 怕7 8月颱風天來的防汛期 所以我覺得 如果高雄市民 你還是覺得說 韓國瑜市長做了這麼多 你還覺得他 要把它罷免掉的話 那你就罷吧 趕快吧 對 這是霍運哥講的 你就罷吧 我不知道你還可以找誰 來當這個市長 齊邁 怎麼了嗎 齊邁不行嗎 那也得要打選得上 所以我覺得這一小撮人 然後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是連續劇 上半集就在高雄市議會 他先出動這一些每一個 黨上有名的這些議員 用不同的角度 酸韓國瑜 然後去摸那個韓國瑜說 你都沒有在做事 但是下半集就說 那我就要發起這個罷免 結果這個穿幫了 這個罷免是自己人 就是一戳民進黨的人 甚至還要請別的縣市 台北市 台中市 趕快簽戶口 到高雄來 增加他們的樣本數 增加他們的人數 才有辦法罷免成功 那不是很丟臉嗎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人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韓國瑜市長在這邊 幫你做的事情 他為高雄市所做的付出 來 老師怎麼看 這個黨外 黨內 黨主席 有關於民進黨這樣做 我們很明顯就看到 就是政治操作 羞辱韓國瑜 技術干擾他 我覺得擺明的態度很簡單 然後要凸顯 韓國瑜要出來選 這個總統的一個不正當性 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民進黨多得不得了 好 但是民調這個部分 我有兩個地方有意見 第一個就是當初定出這五個 這個民調公司 把愛普羅去掉的時候 其實當時參與的 韓國瑜的代表 他就應該要要求 他有權要求 從現在開始 這五家公司不可以再做 任何總統的民調 沒有 一直做 對 一直做 說到今天就還有 你講對了 我為什麼會說 韓國瑜有權利 要求這五家公司 從被入選之後 一直到開始 開始做民調之間 他沒有權利 再做任何總統的民調 為什麼 因為當他在做總統民調的時候 他就開始蒐集母體了 他的母體中有多少 他就知道說 哪一些電話號碼 尾數多少的 是支持誰的 哪一些是支持誰的 對 而且他做的時候 不見得是做一千多份 他可以一次做五千份 一次做幾千份 然後蒐集很多的資料 他就知道哪一些的情況是什麼 可以用電腦裡面來鋪陳 所以我覺得 當第一時間的時候 沒有這樣要求的時候 你錯過了這個最好的時機 你現在怎麼辦 亡羊捕撈 採用輝文的建議 這個輝文的建議是什麼 那也就是所有的東西 要及時的錄音下來 錄音下來以後 馬上就上網公告 我接著輝文的這個建議 一刀見血 換言之也就是說 完全讓它透明化 我們不可能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直接即席公布 因為這樣會干擾 但是等我這個民調做完的時候 要在第一時間內 把我的所有的民調 在網路上公布 有興趣的就進去聽 大家在聽的時候 全民檢驗這個民調公司 民調員在提問的時候 口氣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誘導 有沒有故意引導 有沒有故意醜化 有沒有故意去把誰擺在後面 一切公開透明 全民檢驗 我覺得這是亡羊捕撈 最後的一個辦法 所以我覺得輝文的這個建議 要值得聽進去 而且要這樣做 黨主席趕快出來講話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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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